为了唤庆创校120周年 大度国小特别在校庆前夕 首度举办动静泰联合展演 不仅把学生和校友的绘画创作呈现出来 校方也特别安排校内刚夺下台中市特优奖的舞蹈团队 带来一连串的精彩表演 并邀请在地的学校和社团一起来共襄盛举 包含管乐队、诗歌班等丰富的节目演出 也未即将登场的120周年校庆活动热闹暖身 大度国小现代舞团队改编小红帽与大野狼的故事 透过现代舞的方式 用肢体律动呈现出故事的趣味性 而另一组则是取名为异度空间 借由线条符号与人物穿梭 让台下观众看得相当入迷 我们演的戏就是有三个人去爬山 然后就莫名掉到了一个异度空间 然后我们疯狂地在里面追逐 最后我们终于逃出来了 就是我们很开心要去野餐 但是发现烤鸡不见了 突然听到狼的声音 让我们误以为是狼偷走的 但是后来发现是我们自己小红帽拿走的 所以误会了大野狼 所以与他们分享我们的野餐的美食 心情上的话 一开始练习是很辛苦 但是其实表演完之后感觉很轻松 又有一种成就感 环境大都国小创校120周年 校房首度举办动静态联合展演 不仅安排校内刚夺下台中市特优奖的舞蹈团队 带来一连串的精彩表演 还邀请到在地的学校跟社团一起共享盛举 包含管乐队诗歌班等等 就连校友也特别回到母校表演一段 让活动变得更有意义 大都国小120年的运动小庆 然后刚好跟我旁边的这位同学呢 刚好我们都是就是大都国小毕业 所以就刚刚好很荣幸可以回来参与到这个盛世 觉得很开心这样 那我们今天呢大都国小有三支 刚刚获得台中市舞蹈比赛 儿童舞蹈 现代舞仪主 现代舞丙主 特优第一名的这个好成绩的队伍 也在这次 第一次让我们大都乡亲 看见孩子是多么的努力 老师是多么的认真 所以这是我们大都的盛世 也是第一次我们展现大都社文化季这个意涵的一次集结表演 除了动态的精彩演出外 一旁还有静态展出 把学生和校友的绘画创作一次呈现出来 校方也希望透过一系列的热闹活动 为即将登场的120周年校庆活动热闹暖身 接着陈伯涵台中采访报道